游行会转 大乘经里面讲 转实诚知 转烦恼为菩提 问题你要回转才行 通常在佛法里面 大家都知道 佛法里面讲回头是安 回头是回归自信 说四说理 有臣有裂 这是讲其作用 作用里头 有自受用 有他受用 自受用 是提升自己境界 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 他受用这是教化众生 众生无量无边 要用无量无边 善巧方便 才能普渡一切众生 普渡众生 这个愿 是自然的 是自信里的朋友 但是众生 迷雾不相同 根性不一样 善根佛的应运 各各不相同 所以佛度众生 也得等 积约成熟 大臣叫常熟 佛不度 无缘之人 哪个人跟佛没有缘 个个都有缘 为什么说无缘呢 这个问题说 他没成熟 他条件还不够 不在佛的这一边 是在众生那一边 他不相信 那佛来了没用处 佛就不来 他相信 他不能理解 这个也没有必要 能理解的不肯真干 所以这条件很多 要真信 又要能理解 又要真干 佛菩萨就来了 感应道交不可思议